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趣的是 这首歌的背景也反映了当代女性所面临的挑战和机会 从职场的性别歧视到家庭的角色期待 女性在各个领域都在努力打破界限 Beyond斯用他的音乐告诉我们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女性都能够勇敢地面对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声音 而且 这首歌的音乐视频更是充满了视觉上的震撼 展现了各种不同背景的女性 从商业精英到街头舞者 无不展现出女性的多样性和力量 这就像是在说 不管你是谁 无论你来自哪里 都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最后 让我们来点幽默的 想象一下 如果Beyond斯的Run the World Girls能够成为一个国际运动的主题曲 那么 每当女性们聚在一起开会时 会不会有人提议在会议开始前 先来一段舞蹈热身 这样一来 会议的气氛肯定会变得更加活跃 甚至可能会出现最佳舞折奖的提名 总之 Run the World Girls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激励着无数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并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发热 让我们一起为女性的力量喝彩 并在生活中不断寻找那些属于我们的巅峰时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华丽登场 雷哈娜 Only Girl in the World 独特魅力 让人目不转睛 当我们谈到雷哈娜的Only Girl in the World时 首先要提到的是 这首歌的华丽登场 简直就像是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引人入胜 还在视觉上给人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 首先 雷哈娜的声音就像是一杯精致的香槟 清脆而又充满力量 让人一听就上瘾 她在这首歌中展现了她独特的音乐风格 结合了流行与舞曲元素 让人不禁想要随着节拍摇摆 这首歌的歌词也充满了自信与魅力 让人感受到她对于爱情的渴望与追求 彷复在告诉每一位听众 在这个世界上 我就是唯一的那个女孩 而在音乐录影带中 雷哈娜的造型更是让人目不转睛 她的服装设计如同艺术品般精致 色彩鲜艳 搭配她那无与伦比的舞蹈动作 简直是视觉的饗宴 想象一下 雷哈娜在一片花海中翩翩起舞 宛如仙女下凡 让人不禁想要大喊 我也想成为那个唯一的女孩 有趣的是 这首歌的成功 不仅在于雷哈娜的个人魅力 还在于她所传递的讯息 她鼓励每一位女性 都要自信地展现自己 无论是在爱情中还是在生活中 都要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 让Only Girl in the World 成为了一首不仅好听 还充满力量的歌曲 总之 雷哈娜的Only Girl in the World 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让我们看到了 一位女性如何在音乐的舞台上 展现出她的独特魅力与自信 就像雷哈娜所唱的那样 无论你身在何处 永远要记得 自己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那个女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感共鸣 阿代尔 Someone Like You 失去的痛苦 让人泪流满面 阿代尔的 Someone Like You 无疑是一首能够 触动人心的歌曲 让人不禁想起 那些曾经的爱情 与失去的痛苦 这首歌的旋律 如同一杯浓郁的黑咖啡 苦中带甜 让人回味无穷 当我们听到 阿代尔那浑厚的嗓音时 彷复能感受到 他心中那股 无法言喻的情感 这就是情感共鸣的力量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 这首歌的背景 阿代尔在创作这首歌时 正经历着一段痛苦的分手 他的情感 如同一部电影 充满了高潮与低谷 这首歌 不仅是他个人经历的写照 也是许多人心中 那段失去的共鸣 想象一下 当你在某个夜晚 独自坐在沙发上 手里捧着一杯冰淇淋 听着这首歌 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 这就是音乐的魔力 有趣的是 阿代尔的音乐 不仅仅是悲伤的代名词 还有一种奇妙的疗愈效果 许多人在失恋后 会选择听他的歌 彷复在与他对话 分享彼此的痛苦 这就像是参加了一场 失恋支持小组 而阿代尔 则是那位温柔的主持人 告诉你你并不孤单 再者 这首歌的歌词中 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这句话不仅表达了 对过去的怀念 也透露出一种坚强的心态 就像是告诉自己 虽然失去了 但未来依然充满希望 这种情感的转化 让人不禁想起 那些曾经的美好 并且勇敢地面对未来 最后 让我们来聊聊 这首歌的影响力 自从它发行以来 无数人都在KTV里 高歌这首歌 甚至有些人唱得 比阿代尔还要投入 让人忍不住想问 你是来唱歌的 还是来疗伤的 这种情感的共鸣 让someone like you 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 无论是失恋的夜晚 还是心情低落的时刻 它总能陪伴着我们 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到共鸣 所以 当你再次听到阿代尔的 someone like you 不妨放下心中的包袱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些 美好的回忆中 并且微笑着面对未来 毕竟 失去的痛苦 虽然让人泪流满面 但也让我们更加珍惜 拥有的每一刻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带给大家的内容 是关于三位女歌手的 精彩音乐 以及她们如何在音乐中 展现女性的力量 魅力和情感 首先 我们聊到了碧昂斯的 Run the World Girls 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流行音乐的作品 更是一首女性力量的赞歌 碧昂斯在这首歌中 呼唤所有女性勇敢站出来 展现自己的力量 真的是让人忍不住 想要一起跳起来 征服这个世界 接着是雷哈娜的 Only Girl in the World 这首歌的旋律和视觉效果 都让人目不转睛 仿佛雷哈娜在告诉每一位女性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那个女孩 这样的自信与魅力 让我们不禁想要随着音乐舞动 感受自己的独特性 最后 我们谈到了阿代尔的 Someone Like You 这首歌以其动人的旋律 和深刻的情感 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阿代尔用它那浑厚的嗓音告诉我们 虽然失去是痛苦的 但面对未来 依然要勇敢前行 这首歌让我们在悲伤中找到了共鸣 庞福与阿代尔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 总结来说 这三首歌不仅是音乐作品 它们更是女性力量 魅力和情感的象征 无论是在健身房 派对上 还是在独自思考的夜晚 这些音乐都能陪伴着我们 激励着我们面对生活的挑战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我也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歌曲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是否也有你们心中的女歌手或者歌曲 让你们感受到力量或情感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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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